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三个中产队 谈一些不是我们中产阶级进行交收的东西 中产阶级喜欢八卦的东西 世纪一丁 就是中环中心的转手事件 首先我们知道当初有几个主角 李嘉诚 他有一个卖家 买家很多个我都不认识 香港的男首富李嘉诚 卖给香港的女首富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朱太 还有其他人 其中一个 磁带大王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在国外人 什么都不知道 看报纸那些消息 但是既然我们有个内幕的来源 周显大师 没有可能不问他 首先就想问 有什么内幕可以爆一下 不说得 不说得 看报纸 看报纸 不说得 也不是知道很多内幕 或者楼这些我不是很熟 首先 我想客观的就是 第一他们买了贵货 即是你说李嘉诚又再次出手成功 即是他每次卖东西都不帮好东西 到最后他一路减 一路到最后一股都不要 到最后一股都不要 即是那个人 就脱身了 那股 当然是聪明的人 我不说他是谁 总之就是这样 你可以知道他 一路由三百亿一路加 加到四百亿 你追减 你想追 他一路被你追 一路被你追 那些就好了 先从一个局外人 找一些基本资料 这些东西 其实我听过 就是看报寺 就是说李嘉诚的买中环中心 就是朱太和一群很有钱的人 就联手接货 但是听听勾字 说接了之后 有些不对路 接着我中间不知道 就要等周显大使 帮我填中间的过程 我也是看报寺的内容 帮我填补报寺内容 譬如 我无端说要去过大海泡水 那些报寺有分寻 又说有些不知 问IBAN借的息率 我突然高了很多 就是我一个中产 我买一层楼 很少想 什么利息加很多 最多就是加一厘两厘 你说无端的去澳门泡水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的市场不好的时候 你就需要是 你现在不是说借几百万 你是说借几百亿 就是几百亿的时候 你是整个市场的钱给你拿 首先我想问 就是你原本说的概念 就是他们原本想着 买了中环中心 就立刻转手 卖一部份出去 就是 你卖了一部份之后 你就拿回那块钱来 吞回那块钱 你的借金不太高 因为借金越高的时候 你的利息越高 对 你的借金越高的时候 你再跌下来 市场跌下来 市场跌下来 你的借金越高 因为你本来脱了 借金越低 再市场跌下来 你的借金越高 你利息越高 接着市场跌下来 就是你连逢是几样东西 这就突然间 你一年有两三年 很坏东西的时候 一起来 我觉得很蠢的问题 有没有人说市场很差 借钱不太贵 没有得谈过 可以吗 我跟同众卖家说 有没有得谈的 在买就会 我们计不了钱 太订了 就是那些什么 借务重组 我认识 我认识 大家都要看合约 据说 我知道 我认识有人在三十多年前 1981年 1982年 曾经试过 跟李嘉诚说 是有得谈的 但是是说三十多四十年前的事 现在有很多事 执政来做 今时今日 我认识有人去说 也像你那样 就是散户 没得谈 结果他也有些是传媒人 就是人骂你 我都觉得很过分 就是你输了 你不要这样 别人都是 但公布施仇 但问题都没办法 但他曾经是以前的年代是好些的 中环中心 其实是不是算是指标性 现在甲级写字楼已经逆转了 现在已经不会再有这个商用 不是的 那种方法是这样的 我看得到很奇怪 就是中环中心算不算甲级写字楼 那也不是几百亿 就是我不明白 IFC 长江中心 它虽然叫中环 但不是真的有处处 长江中心 IFC的质地 那些叫做什么 就是我只是看中环中心 四百亿 那长江中心就是一千亿 IFC再加ICC就值两千亿 OK 你说新鸿基是多少钱市值 新鸿基现在应该三四千 新鸿基 我经常说新鸿基地产 其实是值一万亿 它有千块标记 它是整班人 它是全部人 就是它们全是以万亿富豪计的 如果你计算什么 整个中环中心都值四百亿 那你计算是长江中心 你计算是其他的大 你计算是其他的大 正如在1997的时候 智地走 就卖了大陆中九号 它没有卖到智地那七间 全部都没有卖 对不对 那些哪算是甲级 IFC IFC IFC是九郎 IFC 那些算不算是智地 那些算不算是甲级 那些算是甲级 我觉得就是这样 其实哪里是甲级 为什么现在卖到整行整市 这件事最重要的 因为它其实楼面真的很高 它楼面真的有很多面积 楼面面积很高 它也是说卖几万尺 三四万尺 我想如果IFC出去卖不可以 这件事这么大 令我想起就是 现在如果出了市 国家会援手呢 因为我最近看这件新闻 看到朱太太和张智琳 去帮陈凯欣助选 会不会靠这件事 可以找到国家私业援手呢 我觉得香港人看政治 譬如那些人 那些人 很多人都说 国家有什么 共产党主义 第一 全国政党是你的站 第二 你想 所以他们说 这些人都说 有些人很重要的 小的事情 比如有钱人 经济部的人很少 那些人是第二个地方 你如果要那些人 尤其是定乎 要甚至几百亿 那些人负责选队就是这个 有一個很高級的人才能同時統籌兩邊的東西 如果真的要國家幫忙,就不是那麽低層次的東西 其實香港的人有錢,你以為自己很高層次 其實在國家心目中,這些全部很低層次的東西 你以為你是什麽? 一個全國政協或者是什麽? 在香港找你有幾百億新的,香港很威 但在國家心目中是鬥士 還有關於這件事,我有看新聞 還有一個人名出現了,就是華蓉的養智慧 其實他在這件事件裏面,有什麽異議,好像翻出來 他只是服職,這件事件他沒有命 但由於本來我們是一層白踩的 我摸我們,我的習慣 那個人一有什麽問題,立即踩到幾腳 立即把所有資料秘密說出來,然後亂炒 但他一放出來,不知道會否告我非謀 所以都是,我們為明知保身,不講為妙 是,如果他繼續是未服職的話 我們當然是將全部壞事件都抹出來 但這次真的不行,你知道這麽有錢的人 就是瘦死的落頭起碼大,千萬不要抹 所以我就暫時不講,先看地形勢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就一定 有誰能忍耐大比我呢 我是每一樣能夠扒得到的都說 譬如我問,這麽大的交易 我很少說,好像有很多有錢人一起侵股 其實這種做法是否常見 很常見 我告訴你,當年九龍瘡、黃黃 有很多有錢人很辛苦 那是怎樣這樣結合的呢 通常有一個人說,不如我們去搞壇事 然後大家去做事 拿了一個交易回來,不夠 你集一點 譬如我剛剛在談澳門交易 那些很多大的地產項目 那些幾百億 那些人可能你有幾百億 但你不會把全部的錢去做這個項目 那麽你就叫朋友一起來 你又玩一下,我又玩一下 大家覺得OK的 那麽大家一起帶了一個分散 那麽每個有錢人 一年都有十幾二十個人去找他 那麽就單單落下這樣 那你十幾二十個人去找他 第一就是你很多 你會推了大部份的 那麽根本上那些人很熟 在一個有錢人來說 這個世界上就有兩個階層 一個就是貴族 另一個就是戰民 其實你看到所有的貴族 就好像春秋戰國那些貴族打架 那些貴族打仗 但是貴族互相之間還要通婚 就是做朋友的 其實現在這個地球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就算是金正恩 或者是特朗普 或者是習近平 他們的子女全部都是同一個學校的 大家互相都分 可能是互相是做朋友 大家完全是相同的語言 只不過國家有衝突 但是他們好像以前歐洲 我想歐洲在十九世紀前 全部的貴族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世界上之後 我們就自民 而他們就是貴族 雖然你說 我們在這裏說 有民主呀 有獨裁呀 有什麽 其實他們都是一夥的 我們就是另一夥的 會不會是改朝換代 被紅芝追尊 對 或者是另外一些 新貴族 舊貴族已經被退休 對 怎知原來結果好像不是這樣 OK 你看我講 第一 我們未看到結果 第二 我想李嘉誠就算再走 他都不會賣長江租心 正如智地 是再走 他都不會賣七搭樓 太古再走 他都不會賣太古廣場 即是那些是很core的 李嘉誠的 或者港燈 他不是被逼 他都不會賣的 即是那些是很core的 那些是不會賣的 但是你說阿爺會過來的話 本來我想講一講 可能overrun 我都要講一講 本來我以為 就是帶爺過來 有一個根據地 本來以為外面填海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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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爺霸了 我對現在的東西暫時沒有用 但我現在有一個更加厲害的看法 所以我經常都說 人工賭到最後 你不用建公屋 全部屍樓 就是阿爺 把所有的中環搬過去 搬千刀 千刀去大嶼山 現在就是哄你起了先 我就是 十幾年之後 現在你起了不到 十幾年之後 到時你就說 不起公屋 你取得去帳 我認為到最後 人工賭 你說浪費多少千里公 我可以說人工賭 必定賺到銷 因為到最後 就是我們起了中環 就是中環新中心 就在那裡起了全部 你們吹套什麼 你們上班討好 即是這個 即是這個 意思就是 現在你霸佔了太古廣場 自地廣場 沒有用的了 因為到時那個政治中心 搬去大嶼山 然後他就在大嶼山 就在大灣區 看著你們的中環 看著你們的中環 那裡就是什麼都市 十四年之後 然後中環就變成了大角咀 就是那些什麼 緩風中心 沒錯 那裡是二三線的 那裡一鍋子 你自為自己拿著這些東西 吃到過世 現在就跟你說 由甲級真的 真的跌到月級了 是 但是我覺得 你說建七成公公 到時就填好海才說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才是硬入無所 他那個位其實是最漂亮的 就是騎著 即是如果建了基建 就是香港大灣區的中心核心 一路一路填 Mannhattan 一路填大灣區 整個香港的中心就是這個區 因為他那個區 是整個那個人工島的那個區 是夾了整個香港大灣區 他那個是最中心的位置 是 用來建公屋 是否蠢蠢蠢 是否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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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清洗洗公屋 也不定 是這個也是可能 但是問題就是 到底這一個區域 幾十年後 中共又已經發展成怎樣 都沒有人知道 應該這樣說 爺的你不理會他 他計劃幾十年的 可能你大部分做不到 只計劃幾十年的 不像我們那樣短視 就是建築二零三零 是啊 這就到這裏,再講其他事